公事董事会争议延宕一年半 文化部这次提出创意新名单 包括五月天的阿信还有黄书俊等人 而今天邀请这些候选人们 一同了解公事的状况 文化部长楼应台还说呢 如果不通过 很难想象可以再生出另一份名单 美光灯闪不停 文化部媒体大阵仗 都是为了公事董事候选人之一 阿信 陈信红 我觉得非常的激动 也非常热血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候选人一字排开 横跨学者业界文艺界 每一位都是文化部长 龙一台亲自请托 让候选人点头say yes 那一方面是部长的热情 真诚 那二方面就是 对这个事情我想 想办法让公事走回正常的道路 部长在电话里面 其实只有一句话 就让我牙口无言 必须要接受 他说公共电视是所有公民的共有的资产 虽然有12位董监事出席 但日前曾拒绝出任公事董事的公事董事长赵亚利 没有现身 这次董事提名19位 审查委员要录取17到21位 如果淘汰候选人超过3人 就代表改选又得重新来过 再不通过的话 我几乎不敢想象 我还可以提出别的名单来 龙一台语重心长 毕竟改选过程一波三折 7月还曾发生10名候选人 集体退出名单的大地震 公事能否尘埃落定 就看20号的审查委员买不买账 UDN TV 陈婷宇 洪彩亭 岳嘉尼 台北报道